教育部102年全国公共图书馆评鉴结果日前出炉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打破传统图书馆给人的安静印象 规划了互动讨论区以及涂鸦街舞活动区 提供青少年朋友兼具休闲娱乐的空间 因此荣获了创新服务奖的肯定 谁说到图书馆读书都必须安安静静的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就设有一个互动讨论空间 让学子能够自在相互讨论 这样的规划让青少年图书馆在教育部102年 全国公共图书馆评鉴中获得了创新服务奖肯定 我们青少年图书馆参加的创新服务奖的一个比赛 那后来有荣获就是全国第一名这样子的奖项 那我们提出的申请主要就是说审核通过的内容是包括说 我们在二楼有就是全国就是唯一的一个街舞区 就有街舞区的一个图书馆 然后我们还有涂鸦区 跟一个三楼就是有别于其他图书馆 就是要以安静为管理方针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是可以开放就是青少年的读者 可以在我们的互动讨论区里面就是可以讨论功课 新北市青少年图书馆为全国第一个为青少年朋友 量身打造的特色图书馆 整体设计跳脱了一般传统图书馆的思维 提供了阅读学习 修行娱乐 咨询需求等多元的服务内容 打造图书馆全新风貌 更打破了青少年朋友对阅读的刻板印象 期盼透过动静台监局的场地 让青年学子可以尽情发挥创意 并且在馆内得到疏解压力的空间 进而提升青少年入馆阅读的意愿 就只剩下屏账门期新店采访报道